过去,人们通常认为力量的大小咀嚼于肌肉维度 但事实证明这并不准确 这个少年叫做凯勒欧廉 他的年纪为16岁,体重为59公斤 他的梦想是打破世界应举记录 或许你认为他有些不知天高地厚 但事实上,这时的他已经可以应举起445磅的重量 有人感到困惑的是 看起来普通瘦弱的少年 为何会拥有如此惊人的力量 一个16-18岁的青少年 情军的应举重量在120-200磅之间 而凯勒尔都有着比同龄人达三脉的力量 成年后的凯勒尔体重为214磅 他于2019年1950磅的成绩 创造了现在世界应举记录 实现了他青年时的梦想 但你可能想不到的是 次减世界大力士联赛的冠军 不爱少的体重为440磅 如果在相同的应举规则下 不爱少却只可以举起882磅的重量 而凯勒尔却不是唯一一位 拥有这种超自然力量的人 有着214万订阅的力量剧选手Mate 最大的窝推重量为397磅 而这位体重为154磅的亚裔YouTuber 却可以推动410磅的重量 另外 如果你平时有在健身 你可能也会察觉到 有些人看起来很壮 但力量却并没有很大 有些人看起来并没有你壮 但却可以举起更大的重量 因此 人们普遍认为是基因限制了他们的力量 事实上 就算你和你的朋友 遵循同样的训练计划 但却很有可能有着不一样的成果 有的人的力量增长得比较快 有的人看起来会更壮 那么力量真的取决于基因吗 又或是说 还有什么其他因素 可以决定人们的力量表现呢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基因纤维 基础由基纤维组成 而基纤维则是由一节节的基因纤维和基浆组成 其中在基因纤维内存在大量的激动蛋白和基球蛋白 基础中取缩缩作用的正是他们俩 基浆则是负责提供能量 所以说基因纤维的大小决定了力量的大小 高重量低组数的学练方式会使基因纤维两性死裂 从而变得更大 通常适用于举重运动员与力量级选手 而使用轻重量高组数的方式进行训练 并不会改变基因纤维的体积 但由于动作总复次数过多 需要长时间的功能 因此负责提供能量的基浆会变得更加肥大 这种训练方式通常适用于体能型的运动员 而健美选手的训练方式在为二者之间 以确保基因纤维和基浆同时增大 从而保持肌肉维度增大 据研究表明 与相同体中的力量级选手相比 健美选手的肌肉纤维 大概少了40%到60% 所以总体来说 决定力量大小的是肌肉纤维 并不是肌肉维度 除此之外 力量表现还与力币有关系 举个例子来说 依据力气学员里 手柄较长的白手会比短的白手更好实力 在做二头肌班局时 我们的力币就相当于手柄 二头肌则为实力点 力币越长时 实力效果就会更加明显 换句话说 有着相同力气的两个人 力币大的人则力量表现更加出色 另外 人体结构比例也是影响力量表现的重要因素 比如 在做硬举动作时 手柄较长的人不仅会有相对较短的力矩 跨部也会更靠近于重物 使其缩的位移距离 再加上他背部的重心也会提高 所以在硬举相同重量时 手柄长的人往往够容易完成动作 现实中最好的例子 就是来自美国的局中选手 Lamargate 他的身高为157公分 体重为60公斤 曾15次获得世界举重奇妙来赛的冠军 也是第一位可以举起自己体重5倍以上重量的人 当然Lamar所取得的成就 与他的刻骨续练分不开关系 但就长的手臂比例 也给他的硬举表现带来了巨大的加持 虽然手臂长的人硬举表现可能会更加出色 但这并不代表手臂短的人就没有天赋 事实上 手臂较短的人在无推时可能会表现得更加出色 因此 除非你是万分之一的极好或是极差基因 大多数人的基因都处于平均水平 大家还是可以通过增大机缘纤维的方式来变得更加强壮 最后一个影响力量表现的因素便是发力技巧 若是没有发力技巧的不断提升 我们开头提到的Keyler 绝对没有机会将自己的应举重量 从445磅增加到950磅 这些年间他不断提高自己的应举技巧 以此来寻找最适合他的发力方式 除此之外 我们不得不承认 样物也是影响力量表现的重要因素 即便经济体育中已经不断加强药减的力度 但还是有选手或爱好者会去使用 上期影片我与大家分享了健美领流Column 因依赖药物而沦为精神市场的故事 相信大家可以感受到药物所带来的副作用 这里我就不做过多阐述了 美国先生的本次记载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看到更多类似的纪录片 请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 最后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